海南潮带你了解新时代浪潮下的海南 最近2021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会上介绍了2021年海南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并且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这时段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特约评论员聂鼠香 欢迎聂老师 稍后我们将就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展开探讨 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发布内容 2021年一季度海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今年一季度海南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自贸港政策逐步落地见效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各项主要指标增长实现开门红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今年一季度海南地区生产总值为1395.99亿元 同比增长19.8% 一季度海南农业生产平稳增长 全省农林牧鱼业增加值313.37亿元 同比增长5.2% 工业生产恢复性增长 全省工业增加值130.61亿元 同比增长14.8% 此外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5% 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8.9% 全省投资增速达到较快水平 投资结构向产业项目优化 消费品市场增试喜人 离岛免税品汽车等升级类产品持续热销 旅游市场着不恢复 一季度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2291.31万人次 同比增长168.1% 旅游收入421.65亿元 同比增长293.5% 一季度海南货物进口实现增长 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62.06亿元 同比增长29.8% 全省常住居民收入增加 民生保障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一季度海南主要经济指标 以总体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加快向好 这场发布会从九个方面 对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 那么经济增长主要有哪些衡量的指标 为什么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 格外的受到关注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看这种统计局 搞的这种新发布会 发布一个地方 一个季度或者一年的经济运行情况 它的数据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只要把每一个数据 它所代表后面的意义搞懂之后的话 其实看这种新闻发布会还是比较容易能看懂 第一个就是经济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就代表整个地区 它的经济的一个生产总值的总量 这个数据的话 是非常直观地能表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它的增长速度如何 第二个是一个三产的增加值 那么你可以结合一二三产 它的增加值分别是多少 看它的比重 这样的话 它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 到底是怎么样 第三个的话 你可以看投资增速 那么投资是拉动进行增长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 那么从通过投资增速 能够判断出这个地方的经济是否有活力 大家是否看好这个地方的市场 就是经济发展预期 第四个数据的话 就是社会消费品营售总额 这个是直接体现 一个地方的这个市场是否有活力 就是老百姓 就是消费的欲望是否强烈 那么再有的话 就是中间CPI 就是我们讲的 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这个是直接能体现 体现物价是否上涨了 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程度 另外PPI就是生产价格指数 可以了解 就是从源头 从工厂这一端 就是他们的生产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 初上价格是多少 因为这个数据如果上涨的话 意味着后期可能这个CPI 它可能会也会上涨 另外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看看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就业率 等等其他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的话 可以非常就是全面的去了解 一个地方 就是过去的一年 或过去的一个季度 经济发展的情况 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于第一季度特别关注呢 因为今年的第一季度不一样 今年的第一季度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 它是我们的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 也就是说这一季度的它的 它的一个发展的好与坏 决定了今年一年 甚至是整个十四五 期间我们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 因为后面你所有的数据 你进行这种同比数据发布也好 还是环比数据发布也好 都是要以这个第一季度数据作为标准的 第二个呢就是原因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经历过一个疫情 这个疫情整整一年时间 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来讲的话 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今年如果看很多的数据 如果我们看到它数据是同比的时候 其实它是跟去年同期做对比 那么这个数据它可能有一定的迷惑性 那么今年的数据 就是可能第一季度数据的话 那么它相对来说的话 它就是可能它今年的一个情况 可能对明年的这个一季度的同比 包括今年第二季度的环比 它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 这么一个作用 刚才您也提到了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对于整个经济结构 可能有一些影响和判断 那我们终点来看一下 这个一二三产业的增长 具体是怎么描述的 用了三个不同的修饰词 说的是农业生产平稳增长 工业生产恢复性增长 服务业较快增长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增长节奏 这个增长节奏的话 实际上是符合海南 这个发展的预期 同时它的成绩在全国来看 也是非常理想的 它的第一产 然后它是一个平稳增长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第一产的话主要是农业 农业的它的一个GDP的增长 它实际上增速是不太容易 能够做得非常高的一个高速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在农业方面 能用的手段高薪 就是包括一些农业科技的领域 它的应用已经是有一定的充分程度了 所以说它这里面的一个增长的话 更多的是依靠就是我们讲农业科技 包括农业方面的一个大投资 去拉动它的一个进行增长 那么从这个平稳增长来讲的话 说明我们海南的热带高校农业 它的发展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同比的数据来看的话 也非常理想 它两年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速的话 是2.8% 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也是在全国来讲的话基于前列 工业增长的话是一个恢复性增长 从这个我们发布的数据看的是 它过去两年的一个平均增速是2.0% 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说明我们海南的这个 在资本岳建设到去年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 去年到我们今年 可能这个工业方面 大家对海南的工业发展来讲的话 可能是有了新的动能 至少说明它的一个产业结构的 持续优化的话 呈现出一种向好的态势 那么服务业的较快增长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非常 我们要我们看一个 三产结构的时候 特别关注服务业 因为从红杆上讲 一个国家能否跨过中等收入 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它的服务业 它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换句话讲 第三场的一个经济增长值 包括它增速 是对于整个一个地方的 经济结构的一个持续优化 它是起到一个指标性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的一个较快增长 其实说明 我们海南的经济增长的 一个新动能 它的动能转化 已经呈现出一个 非常向好的态势 换句话讲 它对于整个 我们海南的经济 GDP的增长贡献来讲的话 贡献率也是非常大的 好 咱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传统上说的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 投资消费出口 那么海南一季度的 这方面的数据 在您看来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普遍来讲的话 这三点的话 也都是在全国来讲的话 它的取得的成绩 都是居全国前列的 首先讲投资增速 投资增速的话 我们也注意到 它这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中 特别强调的是一个 非地产项目的一个投资增速 那么也就是说 一 我们海南的话 在整个投资方面的话的 一个拉动已经开始强调 就是我们去地产化 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换句话讲 现在的话 我们更加的投资的话 是关注它在项目方面的投资 从项目方面的投资看的话 实际上它的第一产 这里有个亮点 它第一产的投资增速 非常的高 这个是值得非常关注的 说明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本 包括很多的企业 还是非常关注 我们海南未来 这个高级农业的一个发展 这么一个态势 它们体现在布局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看 这个消货品市场的 真是喜人 这个的话我们能够理解 你看这个里岛免税 它的这个消费额 也是在不断的上涨 那么我们的社会 社会消费品 凝售额总额也在上升 这说明我们的消费潜能 还是存在的 当然了这里面的话 也注意 就是在新发布当中 它提出可能接触性消费 这块的话还没有怎么起来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可能也是未来我们需要 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恢复的 这么一个政策设计 那么货物进口实现增长 服务进口较快增长 这一点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这一说明我们海南 在自贸港 它发挥一个贸易方面的一个领域 作为一个国内国际金 国内国内 国际国内双形化的一个交汇点 它这种做已经凸显出来了 同时的话 我们注意到好像这两天 这个中国银行也发布了 这个就是第一季度 我们整个这个外汇 这个就是人民币 包括外币使用的 这个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 实际上也是充分致命的这一点 同时的话服务业 服务贸易这个方面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比重 说明我们海南自贸港 它的服务贸易 它的一个增长的动能 已经呈现出来了 刚刚您说的是 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字的变化 来看一下投资消费出口 对于海南整个的经济运行 情况的一些影响 那咱们再来具体解读一下 跟咱们的普通老百姓生活 更加紧密相关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居民消费价格 以及收入 重点来看一下居民消费价格 CPI 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省的居民消费价格 是同比下降了1.3% 而同时期一季度 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 是同比持平的 城市下降0.1% 农村持平 您怎么来看海南和全国的CPI 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说明我们海南数据好于全国数据 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海南在这个物价控制方面的话 还是足有成效的 这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CPI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拉动CPI上涨的数据 是生猪的这么一个价格 我们都知道最近在第一季度的期间 我们这个生猪价格的猪肉价格已经下降了 那么它对于整个CPI的一个往下控制来讲的话 是其他非常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得看这个数据是同比数据 同比数据的话 换而言之它是较之于2020年的一季度 所以这个数据来讲的话 2020年的一季度的时候 是因为疫情 整个基数很低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海南可能这么好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未来发布的数据 尽可能也要把这个环比数据加进来 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好的建设是一个持续过程 只有环比数据 它的一个时效性会更加强 好 刚才在讨论当中也提到了 第三产业的增长情况 关系到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重点关注一下 一季度第三产业的增长情况 今年一季度 海南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项主要指标增长实现了开门红 其中的第三产业增加值871.95亿元 同比增长25.5% 接下来通过短片 具体了解 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海南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 2291.31万人次 同比增长168.1% 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2.2% 旅游收入421.65亿元 同比增长293.5% 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42.1% 增长幅度远超全国水平 全省旅游经济实现了首季度开门红 2020年以来出境游全面暂停 国内游客对于休闲度假的安全和品质需求持续上升 海南作为中国海岛度假资源最为丰富 开发最为完备的省份 无疑是度假游客心目中的首选之地 与此同时 离岛免税政策的加码 使海南旅游市场持续保持高位 服务业新兴行业今年也实现快速发展 1至2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7%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 一季度新增入园企业972家 同比增长198.16% 实现税收26.4亿元 同比增长224.8% 一季度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5.5% 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达到78.9% 全省产业结构更趋优化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态势明显 此外 今年一季度 海南第三产业增加值871.95亿元 同比增长25.5% 两年平均增长9.8% 刚才看过了很多经济数据 接下来咱们回归到 日常可感的现实生活当中来看 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给海南的第三产业 带来哪些显著的变化 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感觉得到的 首先就是我们在 整个第三产的一个产品供应 或者说我们讲到一个 就是供给方面 它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从区域上讲 就以往我们海南的旅游业 是作为我们海南省的 一个现代服务业 就是第三场的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业 那么旅游业 以往它的一个区域 我觉得的话是南热北冷 三亚很热闹 就是可能海口周边的话 就是不是特别热闹 但是你看今年 今年的话呢 我们不仅是三亚也很热闹 特别是像这个西部 这个海华岛啊 包括我们这个东部的这个穷海 它都是区域上面的话 出现了一个多极 多极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 改变了以往 就是整个就是旅游的话 只有南边热北 其他地方不热的 这么一个区域的一个不利因素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实际上是从产品供应上讲 类型上讲 我们都注意到以往 可能到海南的旅游 更多的是一种休闲油 或者是观光油 偶尔可能有些深度油的话 可能体现的这个深度也不够深 但是可以注意到 这一次就是我们海南 在去年到今年 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度 整个这个医疗旅游 在穷海的呈现 它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供应 它的这个 从旅游业的供给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是给我们海南旅游 带来的一些新的亮点 那么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我们所感知到的 一些大量的就文化 旅游方面的一些消费 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会展方面 包括马上就要举行的消费会 这些东西都是 对于海南来讲的话 是第三场的一些 一些具体的变化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就是现代服务业当中的 就第三场现代服务业当中的 比方说它的高新技术领域 包括它的一些信息服务领域 在今年都是在海南岛 呈现出一个快速的发展 比方说波商的液态 跨电商 电子商工等等 以及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 一些企业 都在这方面的话 都有所不能 刚刚您提到一些 供给方面的一些新产品 新项目的出现 那在后疫情时代 为什么海南的旅游经济 可以实现不减反增 您觉得还有什么 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不减反增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必须得强调一点 就是说千万不要看 这个同比数据 因为同比数据的话 确确实实 它是跟2020年比的话 它数据可能会有些迷惑性 如果说我们 就是叫做2019年 去同比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不错的 从这个方面讲的话 说明我们整个的旅游业 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包括它的一个结构的 秩序又化 它的供给的一个 多元化的力气成